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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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圣气的话 讲都是这种枪兵还是不太给力 给了圣气又还不一样了 所以说虎城宫的配置可能会降 就这样去配置 大概看了一下战法 我们也再来配一配 无枪的战法应该是不错 因为我刚刚看了好像有圆柱甲 有圆柱甲的话 我是准备给赞币无枪 陆讯 陆讯当风加一个兵无常势 然后白尔滨加一个赞币 给到鲁肃 封氏镇加一个草船 给到城铺 圆柱甲准备给陆讯带 给陆讯带 组完这个之后组虎城 虎城干宁太尔茨 周泰 干宁我们没有破军为胜 没有的话我们 先看这个 弯弓折冲给到太尔茨 然后再给个锦帆军 再给锦帆军 没有锦帆军 没有锦帆军有锦帆军 再配一个御敌 然后干宁的话 陆石居西 我准备配一个青泳飞燕之类的 青泳飞燕加陆石居西 因为我准备点神级兵书 想让他第一个回合就打出输出 万剑的话他就他是准备这样吧 他如果点神级的话他第一个回合根本打不出来 反正就是这样去想的 吴国祖为两个 蜀国 蜀国将为旁冲祖国亮 将为躲破碑蛇 躲破碑蛇 然后祖国亮我们带八门 再配一个治疗 我们配个枕杖待发 没有瓜谷也没有英尘 我们就配个枕杖待发 然后旁冲的话配个太平 加一个武当飞进 这是个比较标准的一个麒麟弓 然后赵银张飞关羽啊 赵银的话我们就 也简单一点好吧 就是正规的一切配法 破阵走向啊 张飞的话我们可以因为红度高一点啊 我们给他带一个输出啊 盛气横扫 张飞搞一个盛气横扫 关羽的话我们带一个青州兵啊 再配一个控制一个输出之类的都行啊 给个落缝或者纵兵或者说什么 其他的一些这个输出战法都可以啊 这个防御战法或者那个控制战法输出战法 魏模的话咱们先不拆了啊 举手只有一个啊 先留着 万一以后举手也用得到呢 是不是啊 暂时给一个纵兵或落缝给他就行啊 这样的话这边两个队伍啊 剩下的魏国的话只能赌魏法啊 其他队伍也没有啊 是不是啊 啊 君明 再配一个治疗啊 没有刮过我们就只能不会补一个人 是坐着工程了啊 因为其他的治疗都用掉了 白眉加一个四面丑哥给他成郁啊 然后那个谁 可以配个勇者再配一个这个吧 叫什么 先成麒律啊 先成麒律啊 我们索性再配一个先成麒律 周氏拆掉啊 这个这个队伍也可以给法师啊 可以给法师 我们给到假许也可以啊 勇者加一个先成麒律啊 点一个奇政文超兵术 这么一个逻辑啊 组完这个之后我们再组个三旅啊 基本上也就这么组了 一七当千加一个鬼神啊 下后院的话没有国家 我们下后院裸一家暴力无人啊 三十镇加火爆起给他黄叶鹰 大概就这么个队伍 行吗 最后就这六队啊 第一队第二队三队 三队五第六队啊 第一队无枪第二队虎城啊 低配版啊 第三队啊 虎城啊 那个麒麟 第四队啊 五虎第六队 为法第七队三旅啊 嗯 大概讲一讲啊 这边的话我们是带了赞币啊 带了赞币 我们就让路信做一个呃 承担一个赞币的一个百分之啊 反正挺高的一个物理减伤 让他承担一个物理减伤先啊 所以说感觉还是问题不是太大啊 让他第一个回合援助一下 让他因为他物理减伤很高 让他援助一下的话 他第一个他可以承担一些伤害 另外就是少一点血啊 会让他的兵力会降低一点 他兵力降低一点的话 让他第二回合鲁苏的鲁苏的这个自在战法属性 是比较容易加给路信啊 当然你碰到那种爆发太高 也会有风险啊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嗯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看到 包括一些老玩家也很奇怪啊 不管是怎么带赞币啊 御敌啊之类的 或者草民之类的 或者说居民之类的给他无枪 还喜欢把那个什么严重家给成谱啊 这完全是错误的 给错误的啊 因为成谱的话你承担的话 你你吃了伤害啊 你承担队友的伤害 援助了队友 你承担的伤害 你的血少了 不管你是减伤有多高 你的你的血 你的兵力肯定会下降 你兵力下降 鲁苏是容易把技能加给你的 鲁苏的属性加给成谱 还是这样的话就降低整个输出 嗯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吧 当然也是有点 打架还是继续问题继续分析啊 正常情况下啊 无枪的话 如果是你带赞币的话 肯定是路信要吃一个赞币的减伤 然后陆军要援助队友啊 让他减一点兵力 减一点兵力呢 第二回合吃鲁苏的一个属性 那后面的输出他就会更高 大概就这么一个逻辑啊 所以大家不要说啊 我援助甲好像乱用啊 好像就给漏 这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 第二代苦神功啊 苦神功 低配版 低配版的话 其实你只要技能打出来啊 反正也是战斗力也不会太差 降不了太多啊 降不了太多 带盛气的话可能就是针对一些队伍啊 他盛气有一定的优势啊 但是其实你正常这样去打啊 也还是看一个发挥吧 发挥也是比较重要的啊 讲一讲无枪能打什么队伍啊 无枪是基本上 能打的什么队伍啊 无枪比较怕的就是一些主流的工兵啊 当然要到后期啊 也不是绝对怕啊 但是稍微比较怕的是一些工兵 比如麒麟弓啊 虎城弓啊 包括一些设计工啊 都对无枪有一定的克制啊 但不是百分百啊 你红度高也好 你打白板 有时候你反而也感觉不是那么怕 反正无枪的主要克制是一些工兵啊 而且是一些主流工兵啊 像那些一般的工兵啊 克制无枪不是在不太不太好克制啊 不太好克制什么都都队啊 乱七八糟 这种队伍这种队伍克不了 克不了无枪啊 但是在pk3级比较主流的一些满配的啊 而且同红度的一些那个工兵 对无枪有一定的克制啊 另外无枪 这种无枪是比较怕什么 怕一个带当风的一个报酬棋啊 双报酬 像尖雄棋 曹操大小猿 带张辽的 这种这种队伍对这个 这种无枪基本上是完克啊 基本上是完克好吧 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克制啊 其他的队伍基本上无枪都占优势啊 把其他的队伍啊 只要从红度来说 大部分情况下的队伍 除了那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占优势啊 虎成功的话就是怕盛气啊 比较怕盛气 但也不是绝对啊 有一点怕 因为太子瓷是一个主力 控制一个主力 主力一个辅助嘛 所以他是有点怕盛气的啊 射击有可能废掉太子瓷 但是运气好的话 也不用太担心 啊 另外他怕藤甲 怕这种高减伤的队伍是吧 那其他队伍 其实有时候你感觉你对 某些队伍你感觉很怪 是个怪队伍 感觉不好打 你就用虎成去打啊 因为虎成的话 他比较看脸啊 最怕的就是一个盛气加气气势的组合啊 对该年很很克制啊 还有个就是藤甲之类的 是比较克制虎成的 其他的他主要是打一下 比如说啊 一些法师队伍啊 带弯弓的 是吧 他感觉还是蛮好打的啊 蛮好打的 呃 到后期来说 呃 就是虎成功也是像白板 呃 玩家都都喜欢组的一个队伍 因为这个队伍机会多啊 因为他看脸啊 脸好的话 他就是也能打一些强队啊 呃 这个这个赛季好像有那个呃 干凌的一个那个武器啊 可以加会心的啊 呃 那个滑服啊 给上去 我感觉虎成功强度就起来更多了一点 呃 反正我玩这个赛季 我感觉虎成功啊 感觉还挺不错的 挺好用的 玩的挺爽的 第三队齐灵公啊 齐灵公的话 这是一个比较偏后期的队伍啊 我感觉后期装备啊 呃 等级以及那个军事科技 呃 起来之后呢 这墙都会更高一点啊 前期的话 他打不过很多队伍啊 比如说像这种 什么干太 像那个虎成之类的 像那个什么 呃 像一些夏豪渊 呃 吕布的夏豪渊的队伍啊 三旅啊 包括一些生权的太子瓷的队伍啊 齐灵公都不是太好打啊 不是太好打 一些爆发队 都对他有一定的克制 尤其是前期啊 到后期他可能会好一点 啊 这个队伍 但是打一些 比如说鼠枪 呃 或者是一些弱一点的队伍 什么法师内战啊 齐灵公 呃 强度是比较高的啊 强度比较高的 他比较怕突击啊 怕一些爆发那种太高的那种队伍啊 打淘远队也是 现在淘远队也是完克这个齐灵公 淘远队啊 正常的淘远队都比较完克的 淘远队 呃 比较完克齐灵公 但也不是绝对啊 有时候淘远呃 齐灵公方位好 他也不是那么怕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是被无淘远队也是 呃 那个克制啊 像 队伍比较多的像齐呃 那个虎城 像那个淘远队 呃 这这两个队伍对这种 这种对这个齐灵公的克制 呃 比较明显啊 比较明显 尤其是前期啊 第三代五虎啊 五虎枪的话 其实呃 从这个赛季来说呢 呃 到后期可能不算是主流 呃 要优先去组的队伍啊 但是这个队伍说实话 你还真不要小看 还真能打战功啊 他打不了无枪啊 他可能无枪打不了 腾甲打不了啊 齐灵公也是占很多的落实啊 但是他比如说打打一些什么 像虎城啊 像森权太子瓷这种队伍啊 呃 像一些卫法卫棋啊 呃 这个 这个 说实话这种五虎枪都能还蛮蛮有战斗力的啊 打他们还是蛮 胜利还是比较高的啊 说实话啊 赵云张飞关于这种五虎枪 他只 他主要是帕腾甲和一些法师工兵啊 呃 无枪他也打不了 那其他的一些队伍他好像还都是什么 桃园啊什么 卫棋什么三旅啊 他都有一战之力啊 大部分情况下来他胜利还是蛮 蛮高啊 打胡城呢也好啊 打一些太子斯 的队伍他胜利还是蛮高的啊 他不是百分百一定赢 但是胜利是偏高啊 胜利是偏高 胜利是偏高 好吧 五虎枪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一种地位啊 反正 平民玩家用起来会发现啊 你你这种队伍车动一下 那种队伍车动一下 你会发现五虎枪还是挺好用的啊 还是能打战功的队伍 为法啊 为法的话也配置也不算太低啊 呃 不算太高 我们这里给了个居民 但是没有刮骨啊 他没有刮骨啊 嗯 嗯 呃 主要是打一些盾吧 主要是打一些盾 打一些其他的主流队伍 我感觉都不是太正优势啊 都不太好打 都不太好打 尤其不到无枪 基本上是无损被吃啊 无损被吃 三旅啊 三旅这是夏浩渊啊 夏浩渊的旅部 这种旅部对法师 就是费有很大的杀伤力啊 叫奇力工就很怕这个队伍啊 毕竟夏浩渊他自在也是突击啊 突击战法 他也还有一定的控制 反正这个队伍 有一点怕胜器啊 有一点怕胜器啊 因为胜器最很容易把夏浩渊废掉啊 那就是靠里布一个人打输出 那里布说实话 他如果没有发动三十阵的话 那他也很被克制啊 他没有发动三十 没有发动那个呃 天下无双的话 他也很容易被什么气球呃 那种呃 控制啊 但是他发动天下无双之后 他就不怕那种脚械了啊 那个盛气啊 不怕盛气了 哎 这个队伍啊 主要是怕 有最怕成甲 其次有一点怕盛气啊 那其他的打法师 他是比较正优势 大概就这么一个逻辑 好吧 这就是这六队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也到这 我们下期见 拜拜